Standard course HSK 1 欢迎来到中文课堂 一起学习标准教程 HSK 1 级课程吧 HSK 1 级第十四课 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第十四课 他买了不少衣服 首先 first warm-up A 这是什么 这是车 跟我读车 Which one 哪一个 车 很好 这是什么 这是衣服 跟我读 衣服 很好 哪一个 Which one 衣服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英语书 这是英语书 跟我读英语书 跟我读英语书 很好 哪一个 很好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也要觉得选いい语书 有没有必须好 中文 我们可以读英语书 用个 투 这是什么 chtone こちら 是一个 哪一个? 嗯,很好。 嗯,很好。 这是什么? 这是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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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读。 书店。 Which one? 哪一个? 哪一个? 四? 五? 嗯,很好。 最后, 这是什么? 很好。 这是商店。 跟我读。 商店。 很好。 今天的生词。 跟我读。 东西。 一点。 苹果。 看见。 看见。 开。 车。 车。 回来。 二分钟。 厚。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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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啊。 少。 不少。 这些 都 很好 看 How to pronounce 嗯, 很好 东西 一点 先生 车 How to pronounce 回来 How to pronounce 怎么读 分钟 嗯, 很好 衣服 怎么读 How to pronounce 漂亮 少 How to pronounce 怎么读 这些 嗯, 很好 苹果 What does it mean? 什么意思? 嗯, 很好 嗯, 我看见 一个 苹果 嗯, 我看见 一个 苹果 先生 Mr. Sir Mr. White White 先生 Pay attention to the neutral tone 先生 先生 车 What does it mean?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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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读 车 跟我读 分钟 分钟 Minute So how to say six minutes? 嗯, 很好 六分钟 后 After After Afterward Later 跟我读 后 衣服 What does it mean? 衣服 嗯, 很好 Clothes 都 跟我读 都 Both All So let's go Let's try to read these words without pinyin Apple 嗯, 很好 苹果 To see 很好 看见 So I see an apple 看见一个苹果 嗯, next one 下一个 先生 先生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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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很好 车 分钟 嗯, 后 衣服 衣服 很好 兜 东西 Think stuff 看图 什么 东西 跟我读 什么 东西 跟我读 这是 什么 东西 跟我读 这是 什么 东西 So what does it mean? 这是 什么 东西 嗯, 很好 嗯, 很好 What is it? 这是 什么 东西 Answer my question In Chinese 这是 什么 东西 这是 苹果 很好 跟我读 我的 东西 他的 东西 老师 的 东西 If you want to ask 谁的 东西 跟我读 谁的 东西 看图 Look at the picture 买东西 跟我读 买东西 买什么 东西 跟我读 买什么 东西 So 所以 Look at the picture 他买什么 东西 嗯, 很好 他买 fruit 买水果 一点 A few A little 这是 什么 东西 嗯 这是 苹果 一点 苹果 跟我读 一点 苹果 Pay attention to this one 一点 苹果 买一点 苹果 跟我读 买一点 苹果 What does it mean 买一点 苹果 很好 Buy a few apples 这是 这是什么 嗯, 很好 茶 一点 茶 跟我读 一点 茶 喝 一点 茶 跟我读 喝 一点 茶 嗯, 很好 So, we put a noun after 一点 We can say 一点 东西 跟我读 一点 东西 很好 开 to drive Drive a car 开车 跟我读 开车 会开车 跟我读 会开车 你会开车吗 Answer this question 你会开车吗 Can you drive Can you drive? 嗯, 很好 So, you ask me Can you drive In Chinese You ask me 你问我 You ask me 我不会开车 我不会开车 I can't drive 我不会开车 So, 我学开车 跟我读 学开车 很好 很好 Drive to school Drive a car to school 开车 去学校 跟我读 开车 开车 去学校 开车 去哪儿 Look at this picture 开车 去哪儿 很好 开车 去 商店 跟我读 开车 去 商店 很好 Look at this picture 开车 去哪儿 开车 回家 跟我读 开车 回家 家 Home 我们说 回家 We use We use 回家 不说 去家 We don't use 去家 So, 再读一遍 跟我读 开车 回家 嗯,很好 回来 To come back 能回来 What does it mean? Yes, I can Come back 什么时候 能回来 跟我读 什么时候 能回来 你什么时候 能回来 跟我读 你什么时候 能回来 When can you come back? 很好 漂亮 跟我读 漂亮 Pay attention to the neutral tone 漂亮 Beautiful Pretty And we want to say This girl is pretty We always use 很漂亮 再来 Again 很漂亮 太漂亮了 跟我读 太漂亮了 很好 漂亮的衣服 跟我读 漂亮的衣服 漂亮的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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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小猫 漂亮的小猫 少, little, few 很少 Look at this picture 很少衣服 跟我读 很少衣服 不少 We put a negative word 不 in front of the 少 不少 means quite a few, many Look at this picture 很少衣服 and this picture 不少衣服 跟我读 不少衣服 So how to describe this picture in Chinese 嗯,很好 不少 不少苹果 跟我读 不少苹果 不少苹果 What about this? 嗯,很好 不少学生 再读 再读 跟我读 不少学生 So we put a noun after 不少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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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跟我读 这些 衣服 那些 衣服 那些 衣服 When the things close to us close to the speakers we use 这些 But when the things are far from the speaker we use 那些 这些 衣服 跟我读 这些 衣服 These close 那些 衣服 跟我读 那些 衣服 Those close 嗯,很好 这些 苹果 很好 那些 苹果 这些 学生 嗯 嗯 很好 那些 学生 And we want If we want to ask which we can use 哪些 跟我读 哪些 很好 So let's review 复习 嗯 东西 东西 嗯 很好 一点 一点 嗯 嗯 嗯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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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看见 看见 So now we try to read these four words without pinyin Okay The first one 第一个 Stuff things 嗯 嗯 The second one 第二个 一点 嗯 嗯 很好 The third one 苹果 嗯 嗯 The fourth one 第四个 嗯 嗯 看见 嗯 嗯 很好 先生 开 车 车 车 Sir Mr 嗯 嗯 壹果 先生 很好, 车 很好, 回来 很好, 分钟 很好, 后 很好, 回来 很好, 分钟 最后一个 后 衣服 漂亮 很好, 啊 衣服 很好, 漂亮 很好, 最后一个 啊 少 很好, 很好 不少 不少 这些 很好 last one 都 很好 很好,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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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 东西 一点儿 苹果 看见 先生 开 车 车 回来 车 回来 分钟 后 衣服 漂亮 少 不少 这些 都 看图 昨天 他去哪儿了? 昨天 他去哪儿了? 很好 他去商店了 跟我读 他去商店了 看图 昨天 他买什么了? 昨天 他买什么了? 很好 他买苹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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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读 我可以读 昨天 他去商店 买苹果了 昨天 他去商店 买苹果了 跟我读 昨天他去商店 买苹果了 看图 看图 昨天 他买了几个苹果 昨天 他买了几个苹果 昨天他买了几个苹果 他买了四个苹果 他买了四个苹果 跟我读 他买了四个苹果 很好 很好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ition of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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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买了一点儿苹果 他买了一点儿苹果 跟我读 他买了一点儿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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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 只关fer its put between the verb and the object and in front of the object there is a modifier 跟我读 再读一遍 他买了一点儿 苹果 我买了不少衣服 跟我读 我买了不少衣服 你看见了几个人 跟我读 你看见了几个人 看图 昨天 他买衣服了吗 昨天他买衣服了吗 嗯 很好 昨天 他没买衣服 跟我读 他没买衣服 Pay attention In the negative form 了 should be omitted There is no 了 in this negative form So now answer my question with this negative form 他去商店了吗 听 Listen 他去商店了吗 Answer this question with the negative form 很好 他没去商店 The second question 你买了吗 你买了吗 嗯 很好 我没买 The last question 最后一个问题 你看见张先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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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好 我没买 很好 我没看见张先生 嗯 很好 我没看见张先生 嗯 很好 Let's do the exercise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第一个 First one 他买了几个杯子 他买了几个杯子 嗯 很好 他买了六个杯子 跟我读 他买了六个杯子 OK The second one 第二题 昨天他去医院了吗 昨天他去医院了吗 嗯 很好 昨天他去医院了 嗯 很好 昨天他去医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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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他医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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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他没去学校。 Now, this exercise put 了 in the right place. So the answer is 很好, 昨天他去商店了。 The second one. So the answer is 很好, 他买了几个杯子。 So the answer is 很好, 昨天他去医院了吗? So the answer is 很好, 昨天他去医院了吗? So the answer is 答案是 很好, 他买了四个苹果。 The last one, 最后一道题。 So the answer is 很好, 昨天他去学校了。 现在跟我读。 昨天他去商店了。 很好, 他买了几个杯子。 很好, 昨天他去医院了吗? 嗯,很好, 他买了四个苹果。 昨天他去学校了。 很好, 很好。 Now, can you understand this 了? Where should it be in the sentence? 看图。 他几点去商店? Can you answer this question? 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他几点去商店? 我们可以说, we can say, 他八点后去商店。 他八点后去商店。 After eight o'clock。 跟我读。 他几点去商店? 很好, 他八点后去商店。 After eight o'clock. 看图。 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Can you answer this question? 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嗯, 他四十分钟后回来。 他四十分钟后回来。 After fourteen minutes。 跟我读。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四十分钟后回来。 读句子选择正确的图片。 第一题。 他三点后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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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分钟后回家。 他一点半下课。 三十分钟后回家。 so the question so the answer is 很好 she finished her class at half past one and go back home goes back home after 30 minutes 所以两点 two o'clock 她是哪国人? 很好她是中国人 她呢?她是哪国人? 很好她是中国人 所以她们都是中国人 跟我读她们都是中国人 Jackie Chen 喜欢 很好 Jackie Chen 喜欢喝茶 张子怡 喜欢 很好 张子怡 喜欢喝茶 杨明呢? 很好 杨明喜欢喝茶 所以 她们都喜欢喝茶 跟我读她们都喜欢喝茶 The people or objects included are put before dough 我们再读一次 他们都是中国人 他们都喜欢喝茶 很好 第一 听 第十四课 他买了不少衣服 Lesson 14 She has bought quite a few clothes 课文一 Text 1 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 我去商店买东西了 你买什么了? 我买了一点儿苹果 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 What does it mean? 嗯,很好 Where did you go yesterday morning? 我去商店买东西了 嗯,很好 I went shopping 或者 or I went to the shop and bought something 你买什么了? What does it mean? 嗯,很好 What did you buy? 我买了一点儿苹果 嗯,很好 I bought some apples Now, try to read after it 第十四课 他买了不少衣服 Lesson 14 She has bought quite a few clothes Read after it 课文一 Text 1 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 我去商店买东西了 你买什么了? 我买了一点儿苹果 很好 Now, try to read after me After me, okay 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 我去商店买东西了 你买什么了? 我买了一点儿苹果 很好 Now, let's do some role play First,我是A 你是B I'm A and you are B So I go first 我先来 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 你买什么了? 嗯,很好 Now, change I'm B and you are A 我是B 你是A So you go first 你先来 我去商店买东西了 我买了一点儿苹果 我买了一点儿苹果 很好 Now, according to test 1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First,第一个 昨天上午他去哪儿了? 嗯,很好 昨天上午他去商店了 跟我读 昨天上午他去商店了 很好 第二题 The second one 他买什么了? 他买什么了? 嗯,很好 他买苹果了 跟我读 他买苹果了 The third one 第三个问题 他买了多少苹果? 他买了多少苹果? 嗯,很好 他买了一点儿苹果 跟我读 他买了一点儿苹果 所以 So 昨天上午他去商店买东西了 他买了一点儿苹果 跟我读 昨天上午他去商店买东西了 他买了一点儿苹果 很好 很好 Now text two First listen 先听 课文二 Text two 你看见张先生了吗? 看见了 他去学开车了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四十分钟后回来 你看见张先生了吗? What does it mean? 嗯,have you seen Mr. Zhang? 看见了 他去学开车了 看见了 What does it mean? Yes I have seen him 他去学开车了 What does it mean? 嗯,很好 He has gone to a driving lesson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What does it mean?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嗯,很好 When can he come back? 四十分钟后回来 What does it mean? 嗯,很好 After 40 minutes He can come back After 40 minutes Now this time Read after it Okay Text two 你看见张先生了吗? 看见了 他去学开车了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四十分钟后回来 很好 很好 Now this time Read after me 你看见张先生了 你看见张先生了吗? 很好 看见了 他去学开车了 很好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很好 四十分钟后回来 嗯,非常好 Now also we do some role play Firce Firce I'm A And you are B 我是A 你是B So I go first 我先来 你先来 你看见张先生了吗?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很好 Now this time 我是B 你是A So you go first 你先来 看见了 他去学开车了 四十分钟后回来 So now according to test tw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First 第一个 他看见张先生了吗? 嗯,很好 他看见张先生了 跟我读 他看见张先生了 The second one 张先生去哪了? 张先生去哪了? 嗯,很好 张先生去学开车了 跟我读 张先生去学开车了 张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 answer this question 张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 嗯,很好 张先生四十分钟后回来 跟我读 张先生四十分钟后回来 So we can say 他看见张先生了 张先生去学开车了 四十分钟后回来 跟我读 他看见张先生了 张先生去学开车了 四十分钟后回来 四十分钟后回来 她买了不少衣服。 嗯,很好。 Yes, she has bought quite a few clothes. 你买什么了? What does it mean? 什么意思? 你买什么了? 很好。 What did you buy? 我没买。 这些都是王方的东西。 What does it mean? 我没买。 这些都是王方的东西。 嗯,很好。 I bought nothing. All these are 王方 stuff. I didn't buy anything. And these are 王方 stuff. 很好。 Now, read after it, okay? 课文三。 Text 3. 王方的衣服太漂亮了。 王方的衣服太漂亮了。 是啊,她买了不少衣服。 你买什么了? 我没买。 这些都是王方的东西。 很好。 Now, this time, read after me. 王方的衣服太漂亮了。 。 嗯,很好。 是啊,她买了不少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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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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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now let's do some role play. 我是A,你是B, I go first,我先来。 王方的衣服太漂亮了。 你买什么了? 很好, now change, I am B and you are A. You go first,你是A. 是啊,他买了不少衣服。 我没买。 这些都是王方的东西。 很好, now according to test 3, answer this question. 王方的衣服怎么样? 王方的衣服怎么样? 很好。 王方的衣服太漂亮了。 跟我读。 王方的衣服太漂亮了。 王方的衣服太漂亮了。 王方买了多少衣服。 王方买了多少衣服? 嗯,很好。 王方买了不少衣服。 王方买了不少衣服。 这些都是谁的东西? 嗯,很好。 这些都是王方的东西。 跟我读。 这些都是王方的东西。 非常好。 Now we finish the test. And let's do some quits. Finish this quits in 2 minutes. And check the answer. So now, please do this quits.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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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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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题 你看见小王了吗 so the answer is 很好 看见了 他开车去学校了 have you seen thank you i like to buy beautiful clothes 下一题 also in two minutes also in two minutes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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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们都来我家吃饭吧? 我做了不少菜 I did quite a few dishes 下一题 今天星期五 我想看电影 你什么时候 很好 什么时候回来 When would you come back? 我没 嗯 很好 我没看见 王老师的女朋友 很漂亮吧? I haven't seen Mr. Wang's girlfriend next one 下一题 张小姐住在这儿 小猫和小狗 都是她的 Both cats and dogs are hers 你吃的太少了 多吃 多吃一点吧 eat more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吧 来跟我读 你们都来我家吃饭吧 我做了不少菜 今天星期五 我想看电影 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 回来 很好 我没看见 王老师的女朋友 很漂亮吧 很好 张小姐住在这儿 小猫和小狗 都是她的 很好 你吃的太少了 多吃一点吧 很好 Now we finish this class 下课 再见 关注我们 让中文学习 变得轻松又简单 下几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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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